stimulus 這個特效 有點透明見的系列 終於出來的第二彈 超藍達爾 第一彈就是超藍悟空 畢都等了算是蛮久的 하겠습니다 我自己也是相期待這隻達爾的出現 一整個本體 頭雕 唉呦真的非常不錯看吶 當然就是這種拽的表情 目前 這樣看過來 一樣前程第一代悟空的這一種頭髮 有點透明的樣子 整個 這個嘴臉 相當的到位之外 全身的盔甲 可惜的就是 稍微乾淨了一些,就是太乾淨了 但可能也是因為這系列他出了這種類似像 比較透明的地方 所以 他其他的地方都要呈現一種 比較單色跟乾淨的樣子 看得到裡面的內裡 他也是有那種 照下 燈光的時候你會發現 會有這一種 視覺上的感覺 整隻採用一個比較單色的設計 但是 看起來 就是非常無敵之帥 後面 跟之前出的悟空做一個比較 看到 都可以看得到在下半身 尤其是這邊皺褶這邊 他都採用那個 比較這種 反光 透明的 這一種 塗裝 就會微微的 你就會覺得有點 不一樣 那如果講的比較簡單了解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好像有點脫色的這一種感覺 在達爾他也是 下在這邊 大腿肌的附近 還有 下半身 是 這兩塊的地方 肌肉線條的地方 也是有用到 那只是悟空他 這個橘色衣服 看起來會 更加的明顯 還有鞋子也是 因為鞋子 丁丁達爾是純白的 但這兩隻這樣 一白起來 真的是無敵之帥 哇 哇就這種感覺 兩隻這樣擺起來 我 自己目前認為這個系列 其實還蠻好看的 而且算是蠻特別的 就是要把 這兩個 人一起擺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對位 這一個是 是 我們在一起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的 是 這個系列最大的特徵就是它這種微微透明的塗裝感 那當然是它的一大缺點也是一大優點 那缺點就是有些人非常不能接受本體跟頭雕有任何一點點膠感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非常care這一點的話 這個系列是可以安全的跳過 但我自己個人認為這樣的特徵透過燈光下呈現出來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用肉眼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重點是不論是第一代的超藍悟空或是第二代的超藍達爾 頭雕絕對有高水準以上的演出 非常非常對味 兩隻擺在一起就是兩個字好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拜拜 拜拜